这个总公共诱托政策的一个记者会 那我们今天就先就开始 那么针对我们中央所推动的 这个总公共化的一个诱托政策 用意良好 那我们也非常的一个支持 那么在政策的过程 我们经过这个委嘘 和我们那个基层的这个保姆 这个很细微的这个讨论之后 我们发觉可以我们再提出一个政策 让整个这个公共化的一个 总公共化的一个诱托政策 让它将来更可以落实 而且更可以完美的去照顾 包括我们的孩子 还有我们的保姆 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我这边先简单做一个引言 那么在这个政策中央来补助 真的延伸到两岁的部分 加码补助到六千块 那么这六千块是补助 由家长这边来领取 那它唯一的条件就是必须要 跟有符合跟施政签约的保姆 来签约 那每个月的话是大概认识是一万二到一万四 那么在签约的过程 这个过程我们的政策 当然是希望要求签约的保姆 必须要做到包括整个现场的一个设备 一个安全 比如说一个安全网等等 这些购置设备 其实就要花不少钱 那再加上我们也有强制的要求 它必须要打疫苗 必须要两一次的一个健检 必须要投保公共责任意外线 其实这都是增加了我们保姆 本身的一个负担 那大家都知道保姆公会里面的保姆 目前我们大概登记在公会的会议 应该有1800左右 差不多1800左右 1500 OK 还在增加 1500个保姆 那么他们的一个本身是不是 他没有办法去试用这个牢基法的保障 所以他们是非常辛苦 你可以说非常相对弱势的一群专业的保姆 那我们要求他专业 要求他更高的一个承担责任跟付出 但是却没有在各地方给他做任何 给他做多余的保障跟福利 那我们觉得说这样的话 会上这个政策 签约率也不会圆满的提高 那也没有办法真的完全保障到孩子 唯有保姆 保姆跟家长还有政府一起合作 才能真正照顾到零岁到两岁的幼童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正式由候选人 韦哲这边来正式召开一个记者会 来宣布未来我们主张 针对这个政策 主张要增加的一些政策 那我们先来邀请 我们保姆公会的理事长 温月桂温理事长 来咱们先下来 好 各位记者辛苦了 那我们的未来的台南市市长 还有我们的议员 谢谢大家 我们保姆的心声 你们都听到了 那在这个其实在我们台南市 加入准功功化签约的保姆 比例有比其他的县市高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说 在台南市这边 除了说社会局这边 还要努力的跟保姆去做沟通 那因为现在有很多是卡到 那个契约书的问题 那这个我们先暂且不谈 就针对我们已经加入签约 加入准功功化的这些保姆 我们市政府这边 是不是应该跌以我们一个相当的 鼓励跟肯定 所以我才会跟那个市长这边说 如果说我们市长当选了之后 是承诺说来补助我们这些 已经签约的保姆的一个 两年一次的监装检查 还有每年的公共意外责任险 还有说因为这个准功功化是 政府购买保姆的服务 既然是购买 那是不是对相对的对保姆的设备设施 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补助 那这方面我们市长这边他都有听到了 所以才会召开今天的这个记者会 那在这边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台湾市总工会 非常支持我们的基层工会的一些诉求 那相对的这一些这一些的这一些的设施 因为像刚刚我们方前所讲的那个小孩子的破坏力还蛮大的 所以我们的一些设备包括说教材教权耗损耗损率非常高 而且现在的这些教具教材做的都很精致 所以内容都很高 那所以给予适当的一个补助 我觉得是不为过 谢谢大家 各位媒体小姐先生们大家好 那刚刚其实刚忘想你跟我讲了 保姆他并不适用劳机法 但是保姆是一个长工时做责任低报酬的一个行业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行业 那非常感谢 保姆这个新生竟然透过台湾前向市长这里报告 那市长看了以后做这个承诺 真的我们本身总工会的立场 那也是感觉非常的感谢 那这个政策既然敢在媒体这里公开披露 可见了那市长对保姆对托予准公托的关心 那我们这里代表总工会 资料非常多的感谢 谢谢 称如我们总工会理事长说的 这个保姆是一个很辛苦长工时 而且高责任的一个行业 那他们用一万事签约了一万事来去计算 每天十小时工作 平均时薪也不过才47块钱 所以其实公部应该要更加的去照顾保姆 保姆照顾的好 孩子就会快乐安全健康 这是相对的 我们马上来请我们讨论为责 来公布我们对这个 准公共化的一个优托政策 要怎样来做 当然更健全更好 谢谢 谢谢各位议员或许员 在场我们温室市长还有事 议事长请各位好朋友 我想简单的非常简单说 我们回顾什么叫保姆 最切身最接近的保姆是自己的保姆 那过去也有阿嬷来带孙 阿嬷就常常把那个食物搅一搅搅烂 贵到孙子的嘴巴 那是过去的保姆 然后后来还有一丁二 就是找一些其他的副 也来帮忙开箱 那保姆的这个产业 这个行业存在着台湾这个社会 还华人这个社会已经很久 其实在西方人也有 但慢慢的在现阶段的社会 这个保姆这个行业 要卖入更专业化 卖入更对于这个受托的 托育的这个孩子 更抽選的照顾 所以我们保姆要考执照 政府要把关 要实施证照 然后这个保姆 他本身的一个设备 慢慢政府都要求 那但是呢 在增加设备 提升服务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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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密切接触 那这一点 或者是小朋友因为在家里得了流感 要感染给保姆 要再感染给其他人 因为每个保姆平均带的小孩 都1.3个以上 所以说这点是有必要 第二个实施保险 我觉得保姆他从事这个职业 他可能会面临到一些意外 那这个保险是有必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健康检查 因为确保保姆的健康 刚提到保姆健康 孩子婴儿就健康 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定期实施健康检查 政府也应该帮人负担 最后一个 我们既然要求保姆要提升他的水准 要求保姆要购买那么多设备教材 可是这个设备教材 第一个耗准率高 第二个常常需要更新 可是呢 却不帮忙补助一些 那只是让他们一个月 一万四千块 然后买掉那么多工时 那每个小时的这个实际上的托余费用是那么低 然后又要他负担费用 设备的费用 我觉得是不合的道理 所以在政府能够负担的范围内 我们希望对于这个保姆这部分 给予从款来补助 那我觉得这部分都是合理的诉求 所以呢 我们希望说将来现在的市长 就现在的市政府 我们希望说能够做好的事情 如果能够马上做是最好 那如果来不及 因为有很多原因来不及做的话 将来我们当然是 如果有机会担任市长的话 我们也要推动 所以提出今天提出这样一个政界 一方面是我们对所有保姆的承诺 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对于市民的承诺 也是对于下一代的宝宝 他的一个需求 他一个健康成长环境的一个承诺 那今天跟各位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报告 谢谢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 那如果有问题 等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特别参图访议导委屋长 访问理事长 或是个人议院工作留在这边 拿牌子 我们拿牌子 照相 然后同学 那的话得要考核 我们就喊公施协力 打造友善托育环境 国际台记都讲一下